在南庭丹明国中直迪队一直以来 在管来都保持到很好的心意 现在营养疫情 好方为了维持核心的听众提升实力 也采取个别混乎的方式进行忙碌加合 比起以往的最好的方式 可以紧张对每个核心的步骤去做加工 核心对处也都表现核心的效果相当的好 一直都在直迪队留很多工夫的大南庭丹明国中 为了在以前的旗艦维持核心的听众 特别利用网路加合的迪性 采取个别混乎的方式进行加合 比起以往的最好的方式 核心都表现身高是更加的好 在学校上课的话 就是同学就是会练习 然后老师如果要单一去听的话 可能就会有其他同学的设议 因为比较不清楚 其实我觉得自己线上上课效果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自己分配你自己的进度 老师会采取地毯式教学 针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 然后加以改进 因为网路加学兄弟来说 有时间注意的优点 所以不管是对学生 还是老师来说 都有更多安排空间 对每一段演奏方式和美学 老师也还可以均加担对 很清楚地去解释给学生听 刚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线上课程 其实对他们帮助蛮大的 对平常在学校的话 几乎都是合奏 那合奏的时候 可能我必须要抽取下课的时间 然后来下课谁几号来找我听 那下课时间很有限 那学生听的时候也很有限 可是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run一次 对然后进度就会有安排进度 因为当民国中 之前就开始用科技的概念 和一些工具的设备 导致教学堂中 所以这次已经从空下 学生可以很快的就习惯 这种教学模式 也让孩子在家 可以得到和学校 同样的学生学校 我们的网路校内 已经都是光线化了 那智慧教室呢 本身教室里面 就有一台 触控式的电视 那我们也支援音乐教室 让音乐老师可以 那第一个 透过科技的力量 我们在讲科技的力量 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让孩子感觉 有用性跟益用性 虽然说以前 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刻 不过在优衡的主要之下 找出最细合 核心的教学方式 赶快可以有 很好的学生学校 记得点赞 差不多 来那个敬会 一样